只會不見啦 就基本隊球不會不見 啊但是可以拿到的是 貝斯克 紅嘎 靈異拳 而且那一張有調整狀態 所以我要 順便分析一下 推薦的 組合隊好了 我們分析一個區 挑一個來建議好了 QA聲音有點大 我一開始就3比0你先拉 然後到中間就拆不到框 然後打不出安打 然後拳雷打我鎖了三隻 都是超級棒的timing 那聽聲音就知道 正常來說要轟的 可是三隻都沒出去 那到中間後面就是 雨天沒有投手 KRA跟高晶層5用完之後 我就沒有投手了 然後接下來就是 接連安打 就輸了 其實也沒有算接連安打的 就是沒有像前面投手很強的時候 一直吹好球 就是吹一吹就贏了 那到後面就是開始掉一些壞球 又騙不到 那就輸了 那 統一式的話 這裡的話 我覺得 我現在基本都送AS了 所以說 沒有像以前有貝斯克 單年度的加成 那AS的好處的話 是貝斯克紅 起碼還是可以用 我看牛是送什麼 啊 這個DH沒入用 然後這金卡也是吃二度 不會是靈異拳啦 好 那我覺得 貝斯克先發投手 有一張可以用的蟹場很還不錯 不過 以新手來說的話 最好還是要五個紅CP才夠用 那黃卡的話很便宜 隨便買都有 那兩張紅卡是一雷手 我覺得 除非你真的打算足同一啊 不然的話我覺得是不推薦的 那只有省這一張 90萬的成年紅而已 所以其實沒有很好 那統一的話 Lamigo的話 送的這張金卡也不是必要的 但是CF有一張紅卡 然後內野 我覺得對新手而言 內野四紅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 那個 內野四紅是非常重要的 那他內野的話 有一張紅卡 一張金卡還不錯 可是 二游我覺得是優先要補 所以他這一組球隊 可能還要再買個 紅卡的遊擊手 所以我覺得也不算特別好 但是比統一好 會去些 那DH送的紅卡沒有什麼路用 那 牛的話 這張不是三類手很可惜 一類手其實也不重要 二類手 差一張遊擊手就不錯 那金卡補手真的還不錯 因為 牛 我玩了 這組賬號 玩了多少 我想想看 三 四 我這組賬號玩了四年 然後到了最近兩年才有 紅卡等級以上的補手 那一開始真的是只有用藍卡跟黃卡 那再來是兄弟的話 其實應該是最近三年 其實也沒很久 但是 BBO出了七年 那前四年都是 藍卡跟黃卡補手 所以就是為這樣子 我一開始在玩BBO的時候 舊的那組賬號不是玩牛 是玩97 S 好 那兄弟的話 三雷手 嗯 還OK 一雷手 還OK 那 兄弟的話 我記得二遊的黃卡 不算特別好 尤其是97年的 那個 陳懷山 被改成 別的卡片的時候 我們團是 林木小竹跟小雞仔晉級 對於衛犬龍的看法 衛犬龍我覺得 如果你喜歡衛犬的話 我覺得比以前強很多 我覺得兄弟的 基本隊也不算特別好 最實用的 紅一宗的話 其實 五千塊就買到 陳瑞鎮其實是 最強的二雷手 兄弟黃卡 但是也沒有說很重要 我覺得兄弟也沒有說很好 但是左外野這張紅卡 也不重要 為左外野都是那種 五屬林一線 反觀起來 中職師隊裡面 我覺得最好是 Lamigo 第二個的話是 西農牛 那第三個的話 我覺得 好啦 勉強給 我覺得 應該是統一比較好 因為兄弟的卡片真的不重要 三雷手 紅四桃 還OK 可是 黃卡的話也有奧利尾 我覺得 兄弟也不是很值得的 除非你是要玩兄弟 那我覺得還是OK 好 CBP2 陳太當然是你對陳太有愛可以拿啦 可以拿啦 左外野也只有這張秋昌龍 或者是周思琦 中外野的話 謝家賢可能有點慢 基本上謝家賢都是放一雷 跟右外野 右外野 楊瑞智也不是很實用 我覺得大概只有這張 秋昌龍 還有雙手位的相閑制喔 如果送個林英傑這紅卡 我覺得不錯 喔這個中性就好了 右外野金卡二雷手 紅卡不錯 一雷手也是紅卡 內野四紅裡面一二雷 就有兩張紅卡 甚至補手也紅卡 所以我覺得這個 真的不錯 一二三 內野五紅 一到粉雷這五個答 這五個首部我覺得是 兄弟 目前看起來中性最好的 那SP卡 我勉勉強強 就是一張紅CP 衛全龍 哇這個看起來也不錯喔 右外野手金卡 那中外野的話 大地獅就自己忍痛買一下啦 九八大地獅等你買下來之後等到 除非你補子卡坎薩諾 不然九八大地獅可以陪你背走 那馬斯的紅卡 我自己的 我朋友他是點到LV6 所以是真的比 比什麼喬坎納還要強喔 喬坎納雙手紅卡 也不錯 還是黃卡雙手也不錯 就以一雷手來說啦 那三雷的九六開三 也很棒 腿算短一些些 可是 中砲大槍很實用喔 補手金 補手紅卡 我都覺得 這張遲早會被替換 大概 這一個選擇的話 大概就是右外野手 值得而已 三雷手還OK 我的團友這兩隻都比我強啦 可是小豬仔 他有點久沒玩遊戲 我倒是不太放心 小豬仔是 絕對夠強啦 這兩個的話 都是以前打電競甲組聯賽 第三屆吧 好像是全國亞軍喔 那時候亞軍 冠軍是輸誰 還是全國第三 啊全國第三啦 第三第四都是我們認識的嘛 那冠亞軍的話 我記得是 ACE還有誰 是ACE嗎 還是誰 忘記啦 那繼續看 TML太陽隊 97年 陳一新是最強的 勇士 紅卡 沒錯 三雷手 遊擊手 左外野手這張也不錯 一雷手也不錯 然後勇士本身也沒有二雷 所以我覺得 這一個送的 算蠻不錯的 其實說實在的 最實用的 應該說 說實在的 勇士也沒幾張紅卡啦 能送的當然就是 組合隊 AS會用到的 那又把一手 張天靈的金卡 就自己忍痛沒 下棒 喔對 換基本隊服就是 陳太郎 那雷弓的話 我也算是有所 哇 99年 路易士竟然有五屬 不過 比較實用 我覺得還是玩98雷弓啦 那中外野將軍其實 不是很強 那一雷手的話 我是推薦 雷弓玩的話 一雷手放 那個 大胖的金卡 我也沒有紅卡 也上卡 有啦有一張布雷特 可是布雷特的定位 我覺得還是紅卡 就好 還有他之後有機會 雙手左外野 那CP 這張CP 算是蠻實用的 然後 紅毅中98年這張 也有調整狀態 所以這兩張CP 這兩張紅卡 算不錯的 我覺得 比TML來說 還OK 但是只是比中性金還差 那雷弓陰偶士 目前送的都還不錯 倒是比 衛拳好 哇 九 金剛隊的話 這個就是不錯 02年的黃金智 基本上都用到 左外野球衝龍 也一定用的到 二雷手 紅卡 呃 米西亞送的不錯 那冰山的話很便宜 快船又 跳街又好開 就自己買 雷騰也很棒 一雷手同中會 基本上用不到 可是還OK 但是金剛最貴的卡 上古時代 就是最貴的 九七雷騰三百萬 喔對 布拉德 布拉德 那 游擊手的話 我記得金剛也是蠻缺的 所以我才練一張 花六百萬 練了一張 九七金剛的那個 卡卡 游擊跳節 好 那太陽隊的話 我覺得 三紅要送就送雪天 雅士達 其實九七九八都差不多啦 就看 自己要怎麼選 李一寶很實用 雅士達 林坤漢 我覺得如果送游擊手的金卡 倒是不錯 那 李一寶也不錯 因為基本上兩金額度 一定要補這一支 跟林坤漢的金卡 不算送的特別好 但是 二游 以新手而言 內野四紅非常重要 就一壘二壘三壘 所以 游擊這四個位置 那這裡的話 就已經送三個 我覺得蠻不錯的 那 太陽隊的補手的話 我不太記得有什麼東西 但是 嗯 既然內野四個位置裡面 已經搞定了三個 那就不錯 三壘手郭劍靈 九七年這張 算是 紅卡跟黃卡數值差不多的 所以 其他三壘手也沒有 所以我覺得 這個 內野四紅來說 太陽隊是送的還不錯 那 那三三虎的話 二壘手 馬丁尼有跳階 不過好像不是很好開 摩拉送這張 有跳階的 速度也很快 對新手而言 非常好用 三壘手音俠也很棒 那一壘手的話 三三虎一壘手 什麼東西我也想不起來了 喔 對對對 金剛 九八金剛有那個 丁華啦 啊我自己去玩九七金剛 忽略了 那如果說九七金剛要用 很強的單年度 那就要老兵九八金華 我是覺得 像老闆他好像有主金剛喔 應該可以玩九七金剛 那種錯嗎 呃 有幾手就老兵嗎 二壘手 我想他應該會選擇傭兵 那補手的話 有雷腾 那左右外野又有雙金卡 那甚至還蠻強的 但是 如果我是老闆 可能會中外野傭兵啦 啊應該說 我是老闆那種 對卡片沒有問題的人 我會覺得中外野傭兵 那二壘手用原聲跳 那左右外野雙金卡 這樣的九七金剛還真的還蠻強的 那游擊手 老兵 三壘手 欸三壘手其實也有點缺人喔 三壘手可能要做R卡 對三壘手做R卡 還不錯 因為中外野 呃老兵 欸中外野的R卡是不會有快傳的 那中外野就是傭兵 好那我們繼續講 三三虎的話 圖紅星基本上用不到 二三壘 我覺得這個內野三虎也都搞定了啦 其實對新手而言也算不錯 而且假如是三傷補名的話 我覺得這送的也不錯 那十暴英的話 陳慶國是很好的一壘手 三壘手 呃也有了 但是二友 其實十暴英就是沒有二友的一個球隊喔 所以也不能期待他送什麼紅卡 那珍貴章 送九四年的 我不確定這是替代紅 但是中外野送廖民雄 好像 十暴英也只有這個金卡啦 所以我覺得 呃算不能什麼挑剔啦 但是如果新手選隊而言 我是比較推薦中信金 中信金這個真的不錯 那再來的話就是 呃勇士隊 還有 金剛隊太陽隊 這幾個都 都送的不錯 那至於 三三虎不算很推勢 他比較沒有完整的牛棚跟剃補阿 那除非你是紫卡什麼的 還有Bug卡都收集到 不然其實真的不是很好玩 好 那紅襪 來看一下美聯 美聯又 美國有四區 好 五十隊 加油 其實NLB我比較不熟 所以有點難講 好 先發投手 就廣廣大大的美國 大聯盟我們來說 我們就不要看先發投手 我們直接看打線 有幾首 夾蟹亞帕拉 我記得這招是沒有跳接的 那一雷手 以紅卡來說的話 我覺得 二游先給 還是比較重要的 那送金卡補手還蠻實在的 起碼不是送金卡三雷手 就好 好 那再來試看 陽姬的話 三壘 這兩張都不算特別好 送中外野金卡也不是很好 如果送個二壘金卡 我覺得就很棒了 二壘或者補手金卡就很棒 所以其實 也不算特別好 那當然你要選還是OK啦 前提都是你喜歡這個球隊 那藍鳥的話 左中右外野這三張紅卡都到齊 而且克魯只是力量速度型 包提斯打 我記得這張也不錯 腿快不快我不太確定 可是好像可以雙手三逼 不知道 不曉得是不是這個年份 光是看到外野三紅卡 我倒是覺得很棒喔 這個其實就新手入門而言 要嘛就是內野四紅 要嘛就是外野三紅都到齊 我覺得這個很棒 金英隊的話 現在會想玩金英做基本隊 應該都是 因為成員為英的關係啦 那遊擊手送這張金卡很棒 因為有跳錢 一雷手怕沒落 沒什麼好挑剔的 但是如果送個二雷手阿羅馬 或者是 還有另外一張 那個二雷手忘記 雨天叫什麼名字忘記 那這兩張有跳錢 如果再送這其中一張就好了 但現在紅卡都很便宜 所以也算OK 中外野手去 Andro Jones還是Adam Jones 應該是Adam Jones 基本上用不到 如果說送個什麼 B.J.Anderson之類的 不過B.J.Anderson好像 像 我記得有一張 呃 之前有送那個 新手 新手 還是每個月都可以拿的那種 那個 紅卡球隊喔 好像三紅球隊那些 有送過 一張不錯的黃卡B.J.A.等手 所以其實金英隊 如果說你在配合其他活動 領起來的話其實也不錯 那印第安人的話 左右 左中右外野三張紅卡都到齊了 這個還是蠻不錯的 補手也送一張很實用的 我覺得全部都送打者是最好的 因為先發頭手你很難養五隻SP 除非你買五張紅卡SP 不然的話我覺得你為了那一個打心 然後偶爾要用這個紅卡的 度倒是比較可惜 而且你如果送紫卡 送紅卡打者是每一場都可以用 那送頭手的話倒是比較少 我覺得這個送的還算OK啦 就外野三紅 老虎 呃...補手這張很強 韋蘭德也不錯 卡夫蕾拉也不錯 左外手吸金是有點少見 特拉梅爾是幾乎每個老虎都會被帶的 不算特別差 但是如果你喜歡老虎這個算是不錯 雙城這個送的還不錯 古之曼有跳街 蕭恩貝克好像有快船 只是速度不算特別快 賀博克不算特別好 但是... 呃... 完整的AS會帶 茅爾的話 這張樹脂好像不是最好的 但是... 有送一張雙大王 我倒是覺得 他算是... 呃... 以許多紅卡來說 紅卡SPI來說是最值得用的 比起像是前面看到什麼 佩州馬丁尼斯啊 雖然說又一個神佐 可是左頭的雙大王倒是真的不錯 欸...以紅卡如果說不是超好的那種紅卡 像是最近很火熱的 那個... 那個叫什麼 抗癌鬥士雷斯特 那種老兵啊 那種... 素質很好的那種超級頂紅 不然的話我覺得無數SP都還OK 老虎送的是... 白襪送的是優外金卡 這張其實不算很實用 中外一手藍絲強勝的紅卡 反而沒送 左外一手貝爾 我也不太確定速度 反正... 我覺得... 除非你喜歡白襪棒的話 我覺得... 以美蓮... 東區來說的話 我會比較形象於選... 藍鳥隊 我也都沒有說內野很好的四紅 沒有說很好的內野四紅 那就選外野最完整的喔 這外野真的不錯 那再來看 光盲隊... 光盲隊其實在... 早期... 黃卡來說... 純黃卡的AS來說 已經不錯了 龍哥利亞 索皮斯特 馬古利夫 這些都是AS會用的 05年克勞佛 我不太確定是不是速度最好的那一隻 呃... 不然的話我是比較推薦 03年的克勞佛 或者是... 啊... 反正就一張無數的那一張 是我最愛的啦 那再來就是晴天友快船那一張 也不錯 那05年克勞佛 我不太確定是不是速度最快的 因為... 速度最快的克勞佛 我確定是出明星隊 然後是雨天 然後... 不曉得剛好是不是... 05這一代的雨天 也有一張速度很快的AS卡墊 那... 頭手希爾茲這是當然的 因為... 大概只有這張紅卡SP 馬古利夫是... 痾... AS到後面也都會一直用得到金卡 那... 索皮斯特有跳前 然後也有穩定手背 可以雙手右外 也算是... 也很棒的一張紅卡 黃家... 哇這黃家送得可棒了咧 三雷手送最好用的布雷特有穩定打擊 中外雷手貝爾穿這張是素質最好的 我印象中 二雷手offman有跳前 一雷手... 痾... 巴特拉可能就是平衡一下 他前面送了這三張那麼好的卡 阿皮爾我不太確定 好像也有特殊秋種 但是... 呃... 送打者還比較好 那... 一樣前面講的... 內野四紅當中有一個... 有... 有... 二三壘這兩張紅卡等級以上的卡 而且其中一張有跳街潛力 就是... 避開的東西他已經送給你了 那一雷手雖然說也是內野四紅 不過... 當作附贈的來說 因為這兩張的光芒實在太想給 還有中外雷手貝爾穿是... 黃家幾乎都會帶的喔 那這個之後要補的就是 左外野手的... Johnny Damon喔 有穩定速度還是穩定手臂那一張 可以中外野雙手左外野那一張 雨天的喔 那個要補起來 右外野的話 我不太確定還有什麼東西 那就... 我覺得選黃家的話 這個還不錯 天使隊的話 三壘手費金師好像可以雙手中外野 中外壘手朵特好像可以雙手左外野 然後右外壘手金塔葛瑞羅喔 還不錯 就外野來說阿 只是天使的話 呃... 如果說送的... 送一三年褲勞特其實算還不錯的啦 假如喜歡黃天使的話 我覺得這個送的金卡還勉勉強強 阿布瑞有... 阿布瑞有... 不確定有沒有有天使的金卡喔 但是那個比較屬於最新出的金卡 可能就沒有在這次送的名單當中 不然的話我覺得阿布瑞有會比葛瑞羅好 好... 隨手... 這個不算特別好 但是RF無數算是... 呃... 以一個平民版的紅卡... AX來說的話... 無數的守備員都不錯 二雷手布恩... 好像有跳拳還是什麼鬼東西 不確定 有幾手Era... 應該是力量型的吧 瑪丁尼這張可以雙手3B所以還OK 只是... 恩... 新手要花一些錢來弄就是了 哇...這個也不錯 左右外野送紅卡 那一雷手馬怪兒其實... 有點難評價 因為其實... 一樣內野四紅 那二遊的話... 二遊的跳接紅卡都很便宜 這個可能是之後要買來練的 那左右外野已經搞定了 中外野的話看是要紅卡 替補還是傭兵 呃... 如果喜歡運動家我就覺得這個還不錯啦 只是... 不算特別好 游擊兵喔... 補手好像不是送很好的Era 一雷手帕梅路勉勉強強 可是... 以金卡的路來說 最好是配給遊擊手跟右外野手喔 因為遊擊手那樣金卡實在太強了喔 二雷手這張... 蠻怕... DH也不是很實用 羅傑斯也沒有說很好 如果送的是... CJ威爾真打比修有那些 我都會覺得很棒 貝斯克球隊不能用兵嗎 是說... 貝斯克這支球... 貝斯克球隊的加成就不能用兵 還是說... 那個... 貝斯克拿到的卡不能用兵啦 就是我不能挑... 不能說我缺遊擊手 然後我就選了一個... 紅襪隊 然後拿夾西亞帕拉拉來用兵 是哪一個意思 反正新手大家不知 以新手加入的球隊 也不會有什麼機會用兵啦 那就... 送的這四張紅卡加一張金卡來評價的話 我倒是覺得... 遊擊兵這個不算特別好 當然喜歡遊擊兵的話 我覺得這支球隊也是可以接受的 太空人 太空人 重要的... 外野三門神已經有中右外野了 伯克曼不算特別好 二雷手BGO送五屬的還OK 可是我還是覺得... 要送就送有跳階的嘛 那張有跳階的BGO真的超好的 而且現在才...還是兩百多萬 你這樣子... 太空人的玩家要怎麼玩呢 你還要... 再花一次兩百多萬 然後又要把原來已經有的紅卡給替換掉 這樣的話... 而且... 貝斯克紅又不能拉 這樣他等於是... 起跑點上就少一張紅卡 以及說要送他四張紅卡 不如說送他三張紅卡 送CP還OK啦 就是... 呃... 可以場場出來 啊體力控制的好的話 其實也不一定要喝水 那一雷手BGO偉爾 好像也沒有別的金卡了吧 我們確定 那就... 國聯的第二區來說的話 我覺得最好的球隊的話 是光芒隊 我覺得光芒隊還有... 黃家隊 算是比較好的 最好的應該是黃家啦 對...黃家應該算是我覺得... 送的最好的 那這一區的話 最好的的話是... 藍鳥 這一區的話是光芒 欸...藍鳥在這 我剛剛看了什麼 我剛剛看了什麼 對...藍鳥 光芒 然後這一區的話 我覺得是中性 中性勇士都還不錯啊 但是我覺得中性能夠補的東西比較多 當然...金剛也不錯 可是冰山沒送這麼還蠻可惜的 我是覺得... 中性比較好 那這一區的話 送最好的應該是藍米狗 好 再來看這一區 我這把鍵盤就是以前的Dakio 908 CS2啊 只是換鍵帽而已 換鍵帽699 那個太豪二色ABS鍵帽 好 再來看廢城人 哈哈...唯一的金卡10 好像最近有出新的啦 不過那也是最近的是 中 又 外 野手都送了 可是好像不是送最好的喔 這不是送最好的有點可惜 啊05R不有沒有快場 我不確定 但是一二雷門神有其中一張還OK 雅特幣好像也有跳前喔 我的鍵盤買很久了耶 現在已經沒有貨了 這把鍵盤是買2600 買了兩年多了 大都會這送的還OK耶 一雷手紅卡這張應該可以用很久 那Piazza的金卡真的還不錯 那還有三雷手萊特跟右外手 色丹諾這是大都會必帶的喔 主要是色丹諾真的不錯 還有金卡補手這個其實都還不錯 勇士隊送這個戴奧莫菲沒什麼路用 大概鬆手右外野 可是以右外野選擇這張也不算特別好 但是倒是把三張SP送出來了啦 我覺得送這三張SP還不錯啦 因為正常來說三隻SP就可以 投全部了 就只要你有三隻SP 基本上你就是輪值怎麼輪 就是三隻又夠 還OK啦 還OK就是如果說你決定要花一些錢來補強的話 我覺得你又喜歡玩勇士 這支球隊還送的OK 但是應該還不是目前這一區最推的 繼續看 國民隊哇這國民隊送的可好了 這國民隊送的可好了 獨手出的一張很強的金卡 也是這半年出的喔 然後一雷手A登 雖然他退休了然後 這張在國民隊也不算特別好 但是還不錯啦 就以紅卡來說內野四紅 那二遊這個補起來了喔 這都補起來而且有跳潛 我覺得這算送的還不錯 目前看到的還不錯 小熊隊 用外野手SOSA算是會用很久 卡斯楚也會用很久 拉米瑞之 可能用黃卡就好 二雷手送 申伯格算不錯 最主要還是說他沒有送投手 所以他送了四張紅卡打者 所以我覺得小熊隊這裡也不錯 而且是內野四紅已經搞定了 內野四紅已經搞定了 所以我覺得小熊隊這送的也不錯 那可惜的是之後要補的是 左外野索利安諾 他中外野什麼東西我不記得 他中外野獎 釀九人對 主要一手布勞恩有穩定手背 還是穩定速度 反正這張很實用 魔力特也不錯 那可惜是沒有送羊特還是 二雷手的一些 跳捷卡片 但是以 我覺得 以尿九人來說 不算是把尿九人很好的陣容送出來 但是還OK拉 嘖 這個大概只有凱爾之前 阿摩里納還OK拉 馬怪爾也還OK 好像是力量最高的那一隻 這算是虎紅獅 基本上是 左外守不會放他拉 新手球隊 素質不好的話 這些會外野吃土 所以我覺得 以目前看下來的話 我覺得這一區送最好的 是國民隊 國民隊 好 再來看虹人隊的話 是 雖然說左中外野 已經有兩隻搞定了 可是這個速度真的不行喔 那九六拉筋也沒有跳前 所以我覺得這個 真的送的不算好 海盜隊 我不太清楚這隻 九零年的玻尼拉 因為這個算是最一兩年的艾卡 自從沒轉播大聯盟杯之後 我是不太曉得MLB 哪一個組合隊的陣容 怎樣是最好 但是 左外守送最近還滿貴的金卡棒子 還不錯 那之後的話 補手 砍到了這張我記得速度 還比金卡快喔 那之後 金卡可能還是要補起來 二元沒有送 但是外野三紅已經送出來了 所以 加上海盜隊本身就沒有什麼二友 如果你喜歡海盜的話 這隻球隊算是送還OK 蛇的話 這個算是 中外野很好的金卡送給你了 傑森貝爾 沒什麼人用也是只好用 鋼薩蕾茲 五屬的卡片算是還OK 以翔尾蛇這樣能夠 以翔尾蛇體質能夠送出來這樣 還算OK了 洛基隊 霍克哈這隻是送的好的嗎 我不確定 庫洛斯基這張應該是沒有跳 還是有跳 不確定 痾... 勉勉強強 勉勉強強 如果金卡送的是右外野手之類的 還OK啦 這隻好像也不是 是最好的那一隻嗎 我不確定 我不確定那是雨天還是陰天了 教室隊 右外野手 古溫很棒 一雷手 二雷手 三雷手 那就是... 主要是送內野啦 他這隻主要是送內野 遊擊手有沒有人 我也不確定 中左外野的話 可能也是... 我也不確定 以教室隊來說算是送的還OK 我想不到挑剔的地方啦 稻騎隊 稻騎隊喔 雪菲爾德 可能不是... 稻騎金卡必要先補的啦 嘖... 投手也不是說送很好的那一隻 他是送我那一隻 九六野帽耶 九屋野帽還比較強 也...也不是送最強的 就跟... 要... 玩辛龍牛如果送洋劍斧的話 辛龍牛有送洋劍斧嗎 沒有 他送洋劍斧 然後又不送那個... 又不送... 零四或者是... 一零 然後送什麼零六阿福之類的東西 但又很沒誠意 喔喔喔喔喔喔喔 是不是給我洗掉了 好像是 嘖...可惡 好我這洗掉 所以我會覺得... 恩... 稻騎這個... 如果想要組稻騎都是OK啦 然後坎普要嘛也送新天的 不然的話我覺得也沒有很好 哇... 巨人隊這其實送的還不錯耶 補手波...波希 嘖...可惜不是送一二年雨天 那布姆加納這個姿勢還蠻特別的 肯特... 嘖... 起碼是個內野紅卡啦 二遊紅卡先拿還不錯 三雷手紅卡也還OK 左外手金卡這張送的很棒 馬鱗魚 二遊搞定了 嘖... 右外野有點重複 可是這張可以雙手左外野 只要花21萬就可以達成 一張底紅的價錢 你就可以獲得一張左外野金卡 所以我覺得馬鱗魚這個還OK 這送的還蠻OK的 以... 以國聯二區來說 我覺得送最好的是... 嘖...我覺得沒有送最好的 勉勉強強會讓我選擇...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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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室吧 嘖... 教室送的還OK 教室巨人都送的還OK 嘖... 馬鱗魚... 還OK 但是不算特別好 當然我覺得海盜算是... 以... 海盜的一個體質而言 我覺得算是送最好的啦 只是海盜比較沒有未來性 所以我也不太推薦新手選 就看你喜歡哪一隻球隊 好 那我們複習一下 中職第一區的話 我覺得LAMIGO是最好的 因為內野... 紅卡送的還蠻阿砂里 一二兩隻 然後中外野這隻也用的到 其實也是筆下不足筆上有餘啦 欸筆上不足筆下有餘啦 因為... 嘖... 統一送不好 牛話只有送這張跟這張 這兩張是好的 金卡步驟跟一雷手 可是一雷手也不是新手需要最先平的 欸那張一雷手是對我有用 是這種很老的牛玩家 需要一張貝斯克的省紅卡的度 才會覺得有用 不然的話我覺得 牛的黃卡版本 帶九六張文中就好了 中聖兄弟的話 嗯... 也不算送的很好 算是送的還蠻差的 所以我覺得LAMIGO是最好的 那OB區的話 我會覺得中聖金最好 因為... 內野紅卡送的很多 又外野手又一張 嚴強算實用的金卡啦 那衛拳也不差 但是... 還可以送更好 勇士隊算是送最好的啦 但是... 勇士隊也不算很適合新手玩 要花一些錢來補槍 那... 雷弓隊也不錯 金剛隊也不錯 太陽隊... 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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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聯盟叫什麼 TML聯盟送的都還不錯啦 就如果你想要組這個球隊 我倒是覺得拿了不會後悔 不會說是... 像是... 呃... 像是... 有時候一開始... 有時候像前陣子送的三紅球 對... 我的... 我的分身賬號還是我這一組賬號 我覺得... 嘖... 啊... 這些東西我用不到 那我當然要挑一隻最好的 都覺得送的很爛 就是全部都送的很爛 然後勉強挑一隻 裡面有什麼傭兵投手 可以拿來玩的最好的 那如果說是... 呃... 想要組這個球隊 就直接拿了 就不用擔心 因為真的還送的還不錯 然後... 山珊虎也算送的很好 二遊有跳接 二遊雙跳 好... 這裏是金隊 那這裏接下來簡單帶過 我覺得這一區送的最好是藍鳥 因為有... 外野三門神 那寶提斯打速度慢的話 也可以雙手3D 那... 光芒隊是我覺得這一區裡面送最好的 一二三 左外野 還有皇家隊也不錯 不過... 欸... 皇家隊其實... 算... 也算很好 就跟光芒隊其實不相上下 那這一區我覺得送最好的話是... 國民隊二遊雙跳 那這一區我覺得送最好的話是... 教室隊 海盜隊... 也都還OK 巨人隊也OK 好... 這次以上是我... 新手如果要... 建議選基本隊 那我要選的話是... 牛隊 雖然說會把我新龍牛的球服給洗掉 但是... 一大的... 衣服... 我也不是很喜歡 可是... 為了這張貝斯卡紅卡 那再來是我之後... 都打算玩九三郡了 所以我覺得... 基本隊的球服也不是那麼重要 所以... 選這隻